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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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在里面饰演一个农村的妈妈 这不是我哪里在世界公司上经历的 不是回来的 这也是我第一次去演一个农村的一个妇女的形象 还惊我一下 我是赵卫啊 这么漂亮的人会可怜她吗 在现在一线的演员里面 确实我只在她身上 找到能跟李宗盛能够敏和的气质 程可欣导演是一个那么有经验的一个导演 既然你说我行 你是导演的话 那就去冒一把险吧 我这次不但是没有化妆吧 还是哪里有缺陷 就是尽量去展示这样子的 因为我演的毕竟是一个一天都玩种地的一个人 她不可能对外表啊或者是皮肤啊 对很多这些东西过多的这种装饰 我甚至于还要追求一些粗糙 我反而觉得她这样穿得很漂亮 我的妈呀 我都认不错自己的装 你弄丑 弄难看 全弄齐了再加上演得不好 张伟 你这次就完蛋了 你只有演好 你没有退路 这就是我的感觉 你必须演好 警察大哥 你搞错的了吧 看不去我们农村 我们怎么不能把学生演好了 我不是说我忘记了 我只是不太熟练去使用它了 所以我不断地跟导演说我可不可以用普通话去演 观众看完都会明白为什么她必须得讲方言 我去小朋友怎么就不能进一步 我明天就到法院 勾你们的进去做了吧 你好 你好 我想走啊 躺前站 她的那个节奏 她的那个耳 她的那个可爱 包括喜剧感都是来自那个方言 我是牛鸣 我能你死之前跟我讲 最后自己跟我讲就像个几段了 那么所以很多时候拍的时候 可能我都是一知半截 反正我也听不懂 你也听外语吧 我也听不懂 导演说我在中国倒了不外语 可能也更好 就是我也更开放地去看看你的 然后我妈妈就说 哎呀 她你的安徽话挺土的 我说土不怕 别人听不懂也不怕 只要能讲得自然就可以 这次的表演应该算是我的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突破 因为这个角色比较难 我没有试过去演农村人 我没有试过用方言演 然后我也没试过碰到这个情节 这个故事这么 有点摧残人性的这个情节 所以对我来说 要不就被她打垮 要不就赞赏她 要不就赞赏她 说真的吗 像真的吗 像真的 不得了 你自己好体验生活的吧 太像了 没有碰过 真的没有碰过 就那种好是好到没有碰过 她不只好她是没有痕迹的 别的演员很多很好很好 你都看得出来她怎么去准备 你都看得出来有些演技的痕迹 但是她这一次真的是完全没有痕迹 这个女人的孤独 这个女人的无力 她一下就扎中了我最柔软的部分 这部戏也让我彻底改变了 对赵薇的一个看法 她真的不仅仅是一个形象好的问题 我觉得特别好 而且真诚 她真的是你跟她对戏的时候 你能够看到她的心 就上来看看什么 不行 她心里是特别释放的一个人 这作为一个一直成功了 这么多年的一个明星来说 是非常难得的 我觉得 我想我能演好这个角色 跟我对于亲情 是一个特别有体会的人有关系 对我来说 我好像不用去想怎么演 我就很知道应该怎样 干嘛 学哥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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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 都在徘徊 都在徘徊 孤单中健康 每一次 都在徘徊 就算真受伤 也无限磊 我 也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